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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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政府官员的话说 美国尚未决定是否实施制裁 但预计很快就会做出决定 奥巴马总统4月1日签署了一项政令 授权财政部与司法部长和国务卿磋商 考虑对网络入侵美国并由此获益的人 实行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前往西北部的阿拉斯加州 会见当地居民并在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 与会者包括美国及外国官员 科学家和当地居民 讨论气候改变对北极地区的影响 白宫将这次会议称为冰川会议 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 北极气温升高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 以及人们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 最后负责调查本月曼谷致命炸弹袭击案的泰国当局 星期一宣布在突袭曼谷一座公寓楼时 发现了更多制造炸弹的材料 并对两名新的嫌疑人发出了逮捕令 其中一个是26岁的泰国女子 另一个是外国男子 星期日五间泰国所有电视台都在特别节目中 展示了女嫌疑人的照片和外国男嫌疑人的画像 星期日泰国警察突袭了一座公寓楼 泰国警察总署副署长普拉玉 星期一说从曼谷这座公寓楼的几个房间 缴获了化肥 雷管和数字定时器 好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六月份以来中国股市暴跌 政府暴力救世受挫 另外一方面工业生产下降 出口下跌 中国总体经济发展放缓 更为严重的是国际民退 结构失衡 债台高筑 效率低下 环境破坏等长期隐患 并没有得到缓解 英国的金融时报近日发表文章说 经济困境撼动了中共的执政党 总理李克强需要为保住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斗争 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 究竟谁要为此买单 总理李克强的政治前途是否堪忧 时事大家谈 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一位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何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skype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各位好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 我们欢迎两位 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 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 欢迎各位拨打免费热线提出您的问题 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 首先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就是中国政府对这次股市暴跌的原因的分析 就是说是缺少市场的规矩 那么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解释对不对 市场暴跌究竟是什么原因 张先生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 这个官方还是有一种唯一之论 就认为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到 所以这个呢有点令人想起当年毛泽东的大跃进 这次的这个股市 其实这个造政策牛市 实际上政府是庄家 然后呢这个结果这个牛市一下子变成股灾 然后政府又来搞这个暴力救市 其实呢这个真正坐庄的 只许买大不许买小的还是政府 所以照这个情况来看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陷入如此的困境 根本问题还是中国自己的这个体制的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 我看就是现在也 本来是这个18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说 这个要让这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然后又现在实际上变成政府的起决定性作用 然后出了错呢 现在可能就需要找提队羊 而且是层层在找提队羊 所以呢当然这个 可能现在官方拿这个股市没什么办法 因为这个本来你这种造政策牛市和暴力救市 本身就是违反这个经济规律的事情 那它是没有办法 但是呢对媒体它有手段 那就是抓记者呗 所以呢现在呢我觉得就是层层的在抓替罪羊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挽回经济现在好像是 一个就让我们想起唐吉柯德在大战风车 一个呢我们想起那个西西佛在不断的推那块大石头 这个两个荒诞的事情现在都赶在一块了 所以给我的感觉 其实要找这个原因何在 还应该找这个体制自己 这个问题不解决 我觉得其他的找什么原因都没有用 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 那么何平先生我想问您就刚才 张先生对目前的这个救市的状况 是相当的不赞同 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早上 就今天星期一呢 早上这开市的时候是大幅的下跌 但收市呢又强力的反弹 那么股市呢是依然的这个相当的动荡 那么刚才的张英也提到 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媒体上的 中国的这个电视台的又用记者 在电视上这个认罪认错 来作为一个责任的承担者 那我想问您就是说 这次呢作为这个救市的方式呢 有好几种像是包括禁止做空 以及暂时的禁止发行新的股票 那么还有呢就是大股东 也被禁止抛售股票 以及呢这个国营企业出资2000亿美元 来购买股票 那么这些措施呢 似乎都没有起到作用 您认为是为什么 这个股票在全世界的市场 都会出现泡沫 都会出现疯狂的这个行为 都会出现这个大涨或者大跌 或者是一种孤独的行为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会引起这么多的这个关注呢 其实我个人感觉到很多的观察点 就是出了很多问题 第一个就是中国的股市 未必真实地反映中国的这个经济情况 还不是股市本身是涨和跌的问题 而是股市在中国的整个的经济的比 这个比重里面呢 是比较低的 所以中国的股市 未必能够完整地反映中国经济的这个状况 第二个是股市出的这个问题 其实就反映了去一个闹锯 什么叫闹锯呢 就是说你股市本身的这种上档的这种追求追捧 是你中国官方媒体通过这种爱卖的信息 所传递出来的 所以很多人都去追捧 那么这个里面 所要通过股市来捞钱的 通过股市来损损老百姓的这个资金的 首先是国有企业 然后从国有企业或者是全国集团 自己后面所操纵的这个股市 妈妈公司或者是这个股市的这个企业 那本身是全国系统的一个部分 那么他们想利用这个部分来做空业也好 或者是做其他行为也好 都是想通过股市这个根杆来捞起 更强大的更庞大的这个利益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所谓的旧事所谓的干预 实际上是跟自己的制造的一个全国集团的这个斗争 在这个游戏中间一般的散 这个散户所谓的散户 只是跟对一起下起风而已 只是跟对一起 他们跟分身没有这个力量 真正的游戏就是两者 第一个是政府自己 第二个就是全国集团所操纵的这个股市 操纵的这个股市 包括股市的麻麻过程中间 包括这个股市的这个企业 每一个股票上市 在后面都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都是一个利益集团 或者是几个利益集团在操纵 所以这个这一种东西 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闹剧 因为你就是跟自己跟自己在打 自己跟自己制造一个敌人 然后自己还真的一样在玩 中国很多事情嘛 你就好像 大家都是假装在做一个很真实的愚蠢行为 就是你自己救的是自己 自己是打的是自己 因为这个股市集团 这个黑箱是你这个政府的 这个政策不透明 你中国的政府是政策是没办法透明的 你这个政府定不是老百姓选的 老百姓也没有权利去干预他 媒体也没有权利去报道你 都是你一家人 所以所有的这个剧都是他家庭的一个闹剧而已 但是这一堂闹剧呢 暴露出的问题是 中共自己的管理能力是很弱的 是很差的 无论是习近平还是这个李克强 所试图制造的这么一个股票的一种还原景象 或者是好进行的后来的干预行为 都是失败了 也就是说你政府真正的这个行为 是这种对付不了隐藏在后面的这个全国集团 其实这个游戏就是这么一个游戏 所谓的境外势力 所谓的某一个记者的这个暴露 都是这个完全是跟张先生讲一讲 就是找一个天才一样而已 好 谢谢和平先生 那么张先生我想问您 就是说股市呢 从六月份以来到现在已经市值蒸发了40% 那么有评论称呢 就这次呢 对这样的股市呢 你不就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李克强救了之后呢 是不是目前的这个状况呢 是由他来要负这个责任 就是他是难辞其咎的呢 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觉得可能 因为原来啊 这个李克强刚刚上任的时候 我们听到一个词叫 克强经济学 后来这个词就不见了 然后取而代之的呢 就是所谓新常态 那么大家就觉得这个实际上最后 李克强这个总理啊 可能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弱势的总理 为什么说以前我们说温家宝弱势啊 温家宝拿这个政令不出中南海 但是呢温家宝他毕竟还是跟这个胡锦涛多少 可以平起平坐 可以分庭抗理 那李克强基本上就是给这个一把手打工 所以呢到底这个股市 当初要这个造这个市 政策牛市 然后后来又要暴力救市 是李克强个人的意志呢 还是这个比他更有威权的人的意志呢 现在我们也搞不清 那么当然我还记得在这个 这个最高领导人去视察这个浙江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股民跟他对话 说你是干什么的 他说那个人说我是股民炒股的 专业炒股的 然后那个这个股民在微博上发了一段话 说是那个领导人说了 这个等着吧 得会过一万点 然后呢 这句话呢 在发了之后 微博上没多久 他又出来澄清说没这个话 自己又把这个话给删了 但是呢 这个从人民日报的造势来讲 说这个四千点只是起点 从这一点上来看 究竟这个到底这个政策牛市是怎么出来的 现在我们谁也搞不清 到底是李克强搞出来的还是别的人搞出来的 我们现在搞不清 所以呢现在你要说这个完全归责任于这个李克强 我觉得可能李克强自己也未必能够这个心平气和心悦成福的接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家都要维持一个面子 就是说至少要把眼前的难关度过 然后再说责任 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也不会很快的变成什么替罪羊 事实上呢我们看这个股灾发生以后 特别是这个救市失败以后 现在呢这个大规模的在搞替罪羊 我也看到有这样的分析 就是说这个国家队出场 然后呢政府赤租大概有九千亿左右来这个救市 但是这个高盛的估算是这么多 但是呢没救成 为什么呢也有这种分析 就是说有一批机构专门跟着盯着国家队 把国家队当成这个套利的对象 然后呢他这个一到提到负签点 他就套利就杀出 但是国家队就被套牢在那 所以这个关于说那个记者报道说 国家队不打算救市了 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从具体的行为操作上来看 至少在那个那天是出现了这个情况 国家队就没救市或者是没救城市 现在呢只不过是这个每天在那下跌在那震荡 到收盘的时候可能稍微给点力又上去一点 所以这种情况来看 这个也有这个媒体人在这个微博上谈 他们就说其实证监会是开了会的 而且呢这个这个这个关于这个不救市这一点是有共识的 只不过他没有向国务院汇报 那么这个国务院追查下来呢 他们就说这是谣言 然后媒体人也有很多的怨言 说这个证监会 其实有很多说了说了的话 做了的是不认账的情况 那当然现在我们也搞不清这个真相是如何 但是现在明摆着就是在找替罪羊 那么可能从国务院来讲 他也要找替罪羊 从证监会来讲 他查到证监会 证监会也要找替罪羊 所以现在我看中国最弱势的可能就是媒体人 所以这种情况我看到到最后一个时刻 就是可能谁都说不了真话了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鸡骨传花也好 是这个打乱仗也好 现在我觉得有点打乱仗 就是像这次这个财经杂志和这个中信证券被查 其实我觉得这个这个局势有点复杂了 因为大家知道财经杂志的背后 有一位常委级的人物 那么这个中信证券的背后 那么是这个王振家族 那到底这个事情 现在这个这个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派系之争 现在搞不清楚 如果拿李克强来做替罪羊 那么太子党与团派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处理 这些我觉得现在陷入了一个非常分乱和复杂的局面 现在各方有点打乱仗 乱出牌的意思 谢谢 好 谢谢张先生 那么总而言之就是说各方势力都是来势汹汹 就更不用小取 那么和平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到这个李克强的 李克强他是不是要担责任这个问题呢 刚才张晏也谈到 就尽管在他上任之处有克强经济学这么一个词汇的出现 显示各方尤其是媒体对他是相当的看好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有网友对他的能力是并不存在任何的好感 我想问问您对李克强这个人的工作能力有什么样的看法 李克强的问题就是一个一起往上爬的一个官僚 所以他一切的模仿呢 他的这个这个更情团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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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的露宿 就是无能就是不去不去挑战这个真正的问题 不去解决真正的问题 其实他无论是在北大还是在团政央 还是在这个河南还是在辽宁 都是没做出什么真正的这个政绩 反而是留下了一系列的这个这个这个烂谈子烂问题 要和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就是艾滋病的这个这个流行 对吧 那么他根本就没有解决出真正的这个这个问题 但是李克强在中共的这个政治局常文里面呢 也还算一个读书人 看了很多书 思考了很多问题 他可能他的价值观呢 跟西方的价值观呢 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 他可能是在政治局常文里面是比较读得有西方价值观的人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他 他作为一个中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一个掌权者的一种 一种个性是一种政治体制 政治品质是没办法改变的 这种改变这种状况就是说 作为一个总理本来就是贴在阳 哪一个国家他只要是这个最高权力的这个掌权者 他不是个虚军 那么总理就是一个贴在阳 那在台湾的这个体制里面行政院长也是个贴在阳 在很多国家里面 这个国务卿也好 或者这个总理也好 那他本来就是一个贴在阳的角色 你离开讲建院想捞到这么一个名利 你当不了总书记 你当一个总理 就是应该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而这个总理这个职务啊 是一个很荒唐的一个职务 什么叫很荒唐呢 就是说你名利上是中央政府 但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政府的这个权利 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很多次 对吧 你没有人事权 你没有警察和司法的这个权利 甚至你没有经济这个决策的权利 你只有一个像 要么就像温家宝那嘛 这个装模作样 讲什么普世价值观 到处讨好 实际上后面呢 就是搞这个贪污复化这一套 还或者那些像朱镕基一样的 就装出一副解决问题的样子 对吧 是啊 你很有本事 你再就是把这个国有企业的员工 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职工 搞得这个没有工作 没有换完到街上去讨饭 然后你回头呢 又支持或者是阵营了这个国有企业的 这个分给 或者是这个解骂给这个权贵的家族 或者是有关系的这些势力 当然得到好的名声 这个国务院这个总理在我看起来啊 都是一种表演性质 或者说呢 他应该成了这个责理 没有问题 那么李开强有没有能力 其实大家都是比一比 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能力 或者有没有能力也不管我们什么事 因为你有没有能力 不是我们选举会产生的 你这种体制所造成的一种结果是什么 就是李开强如果出了问题 那么李开强首先是应该成为天才阳 这也是活该 是因为你自己要找这个位置 没人随你去 对不对 也没人呼吁你这个权力 那么我觉得在短期之内 未必一定是找到天才阳 但是在长期来讲 国务院总理呢 确实也是一个 要有能力帮助这个领导人 就当天才阳的一个角色 李开强现在在我看起来 连天才阳的就不算 因为他根本就 就谈不上有真正的 这个执行具体的这个权力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说下一步就是把这个李开强扔到一边 然后就当一个人大委员长就算了 然后呢就换一个习近平可能认为的 你还是有一些能力帮助我当天才阳 也就是说你还有能力帮助我去解决一些问题 你就或者跟我去口气 或者去帮我去当这个新风角色 或者去处理这个烂摊子 李开强都算不上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不是羞辱这个李开强啊 我觉得他李阳他算不上 所以把他扔到一边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再换上一个呢可以当替罪羊的人 那么这个人当然是习近平所信任的 好 谢谢何先生 总而言之这个李克强连当替罪羊头不够格 好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 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拨打400120-0551 首先第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 周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这个江港之里面出政权倒是出了政权了 今天这个恰恰之里面出牛市呢 还没有出来牛市 肯定这个中共确实是衰弱了很多了 这个板子要打到李克强身上的话 说他冤枉倒不冤枉 说他有点倒霉了 中国这个经济啊 这个这个几十年来 这个这个包括房地产泡沫 你说房地产泡沫 中国的GDP大要去哪来的 就是房地产来的 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问题积累到今天 他几股传话插到他呢 他这确实是他倒霉 当年他提出来很多 要搞强改革不搞强自己 但是呢他那套东西呢 确实也没办法执行下去 所以今天那个打到他了 板子打到他头上呢 还是他有点倒霉 我说 谢谢 好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李先生 你好 浙江李先生 请讲 你好你好 你好 是这样的 就是好像政策牛市的话 好像我印象当中 好像两货的时候 就是台经内的光源 也一直在吹风 就是说好像就是 要造一个牛市出来 我觉得这个这轮的就是股市的股灾 好像官方是有点责任的 另外一个 就是我感觉就是 你VOL的话 你这个解读的话 你像这个股市的解读的话 还是要贴近那些 普通民众的生活 我感觉这两位庄家的话 好像是还是 比较倾向于政治评论员 如果你比如说 请那些夏宜南教授 或者陈树 可能他们解读的 可能比较是贴近那些 具体的那些财经类的 还有那么 我感觉就是说 刚才那个 张立坊先生比较提到的 那个就是说 财经的很老 那个 王书记 比如说那个 中信和王正先生 这些这个关系 我觉得这些都是 政治类的解读 你如果这样的话 很容易回到 就是回政治解读 然后完成你这个 VOL就是好像 就是政治正确 这好像就是 不怎么好 还有一个 我最后一谈一下 李克强应该是 不会成为帝制员的 他顶多或者 去减少一些权力 我回答完了 好 谢谢浙江的李先生 那么实际上 说到这个经济问题呢 有一个评论是这么讲 我觉得挺精辟的 就是说 在西方经济就是经济 但是在中国呢 经济呢 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 好 接下来一位 是河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河北李先生 你好 你好 我觉得这个中国股市 你好 你好 我是河北的李先生 我觉得这个最近 中国股市的 这个经测太浪 反映出中国的资本市场 还处在15年的阶段 中国的经济呢 现在正处在这个 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 就好像美国呢 它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呢 也曾经发生过 严重的经济危机 好像这个东南亚国家 也曾经发生过 严重的金融危机一样 都是正常的现象 所以说没必要过分的解读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 张立凡先生 我想请您做一个回应 这个听众的听友的意见 我个人认为 就是这个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这个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去 这个各自的专业的角度去观察 那么至于说 我是不是偏向于这个政治观察呢 我确实是偏向于政治观察 也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 实际上不是一个纯正的 也不是一个真正市场化的经济 这个我刚才讲过 我说虽然是讲了 要让这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 但是实际上只要一操作 马上又回打回原形 就又回到政府 再起决定性作用 你说这是不是政治呢 这个政策牛市是不是政治呢 这个暴力救治是不是政治呢 这些东西是不是违反经济规律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应该要深入讨论的 而且作为我们这么一个 一党执政的体制来讲 它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要消灭竞争 所以它消灭了外部的竞争以后 它的内斗就必然会盛行 这个是6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的 正是因为没有党外的竞争 没有政党之间的竞争 所以才有如此残酷的 这种党内斗争 每件这个大事情 大麻烦出了以后 大家都在找替罪羊 都在借机打击政治对手 这个已经是成为一种 这个60多年来的一种政治传统了 难道这个问题 我们不应该加以分析和观察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认为就是大家可以见仁见智 继续讨论 谢谢 张先生就是我想问您 就是刚才我们从中国的股市 看到了中国的经济 那么又从中国的经济 看到中国的这个现任总理李克强 那么您说李克强是最近这个 十年以来最弱的 这样一个总理 我想问您就是造成他弱势的原因在哪里 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说他不见得这个对经济没有想法 比如说他这个减政放权这一点 我认为他还是想到了点子上 就是现在由于以往的政策 政府过于强大 然后各个政府部门都在无限制的扩张自己的权力 还造成现在就是经济上如此的被动 这个经济的停滞 经济的下滑 都跟这个政府权力过大有关 所以这点上他是看到了问题的所在 他也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但是呢 由于我们这样一个体制 这样一个体制是 就是说各自为政的体制 中央可能这个他的权力达不到 或者达不到这个地方政府 甚至于对各部委的指挥 他都不能这个就是发挥真正的作用 所以才有就是这次的股灾 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搞一套 然后呢 底下小动作另搞一套 然后呢 还会出内鬼 还会利用你的政策来赚钱 你这个政策造牛式的时候 他赚钱 然后你这个暴力救世的时候 他也还能根据你的这个政策 他还能赚钱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体制所面临的这个困境 这种困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一党专政体制 自己造成的 这个没有办法 谢谢 好 谢谢张先生 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听众和网友的电话 北京的郝先生你好 郝先生 你好 主持人好 您好 请讲 所以像我们我对中外的两位家 还有和平表示敬意 他们两人的观点很独到很深刻 特别是和平先生很直率 说话能够说到点子上 我们很欣赏 我就要问一下 两位嘉宾看能不能提出别的这个专家 股市 应该上个星期四星期五反弹了三百多点 今天又跌了一点 他就是后果出现一个阅兵红 因为再过两天 过两天又阅兵 那习胖子要阅兵嘛 他是阅兵之前是要涨一点 但是股市这个指数 他应该在什么时候是比较合适的 比较合适的 我在谈一个自己的观点 因为现在李克强一点用都没有 他是完全 就是在生活在这个习近平的意义之下 习近平呢 他又他这个经济方面又是外行 他又无能 他他大权度的 跟毛泽东一样的 他又无能 他又像产能 但他把这个中国基金 我认为中国基金搞这个样子 就是一胖子要负负责责任 谢谢 这些人没有什么关系 谢谢北京的郝先生 好 接下来位是辽宁的刘先生 你好 辽宁刘先生 是我吗 请您把电视机或者是您 请您把电视机或者是收音机的声音 要关到最小 我要说什么呢 我要说这个李克强有没有危险 他跟习近平俩能不能干到头 好 请和平先生给我打一打 谢谢辽宁的刘先生 那么和平先生请您回答 同时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说国际费货币基金组织 是这么评价中国 就是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风险 就是政府推进经济改革的力度呢 恐怕这个不够大 您同不同意这观点 我觉得用专业标准去含量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行为 这本身就是很荒谬的 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规则的 没有一个现代政治 这个文明基本要素的一个国家 它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 它也不是一个封建和专制国家 它是一个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凑在一起 只要为了这个政均的稳定 只要为了这个使它能够这个政均 不要这个有被颠覆的威信 它什么都做 它什么都做 什么都敢做 什么都可以不做 所以因任何专业的标准 传统政治的标准 传统经济的标准 去含量中国的这种经济和政治行为 都可能是错的 所以我们经常会嘲笑很多西方学者 你们为什么对中国问题看错了 对不对 我们其实有中国有几个政治学者 或者经济学者 他也把问题看正确了 也没几个 当然也包括在内 我是看不清楚的 所以你说中国的股市 到底未来是涨到一万点 还是跌破到两千点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相信 那个经济学家 给你算一大点搜索出来 那是可以信任的 因为那个搜索完全可能是假的 那个搜索即算是真的 它那个后面政策的这个杠杆的变化 你是搞不清楚的 今天可能李克强有一套 马凯有一套 明天可能王金山和这个 这个习近平有一套 或者他们一起吵架 就什么都不做 这个可能都是存在 那至于这个李克强和这个习近平 这个会不会做到头 这个也是不知道的 因为专制政权啊 它全面都是很强大 表面很强大 其实它只要一个轻微的动作 它就把它所有的政治逻辑打破了 一打破了 就所有的都感觉到这个没办法 所以很快就会崩溃 所以崩溃的速度啊 它可能是突然的 有可能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一个因素 但是那它也有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 因为为什么会维持一段时间呢 因为呢 它所为所动应的这个工具性呢 那是非常强的 非常强的 中国的这个体制 你别看它乱 但是它乱啊 它集中了全世界的最无耻的一些政治因素 这个里面 它该开枪的时候 它毫无犹豫地开枪 对吧 这个 它这个 要抓记者的时候 它可以毫无机会地抓记者 它可以让 根本不要 它要讲法治吧 它可以让任何记者 或者任何被抓的人 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的这个过程 它公然的各样作为列业台里面去盗窃 去忏悔 这是个非常荒谬的 没有任何标准的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思维 去含量它的未来 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这是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不满意 我们愤怒 我们或者是表示这个 鄙视这么一种制度 没办法去认可和服务这种制度 很大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是基于一种价值 或者是基于一种情感 而不是基于一种真正的理性的判断 坦实地说 要理性判断中国的未来 我相信上帝也不知道 好 那么总而言之 就是说专制政权非常的强大 同时 它压住它的稻草 也有相当的多 那么好 由于股市 实现的关系 股市暴跌 经济下滑 李克强是否岌岌可危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请您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 另外一个热点话题 中共强化党内法则 家规是否代替国法 请您锁定 美国 VOA卫视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